古人说三十而立 但是对现代三十岁的人来说 想要自立其实并不简单 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 有三成五的年轻人 认为自己不可能三十而立 因为薪水太低 而房价又太贵了 赵玉造型的细胶杯盖 盖住马克杯就可牢牢黏住杯口 这个细胶杯盖就是青年几生 赵玉成自行研发的产品 也因为这个创意让今年26岁的他 一年的营业额就高达两亿五千万 在工作上我觉得是说 秉除自己自我良好的一个态度 我已经确认好我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赵玉成三十岁就能完成 职涯发展与财富累积 但并不是每个青年级生 都能够如此完成目标 一般来说如果念到硕士后 采集社会都已经25岁 要在三十岁前光靠月薪 五年的累积财富并不容易 那因为我现在是在一般的 就是一般的上班族 所以就是资产累积真的会比较慢 就是薪水你的钱不够的话 怎么有钱去买房子 根据主技处的统计 台湾青年级就业人数 已经超过210万人 尤其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有三成五的人认为 自己不可能三十而立 原因就是大环境的影响 低薪和高房价 内部的因素呢 其实青年级也坦言 就是有一些价值观 也阻碍了他们三十而立 比如说呢 他们会觉得说 其实生活跟工作 应该要达到一个平衡 而不愿意说 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面 调查还发现 也六成三的青年几身 甚至达不到目标的一半 可见要三十而立 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而个人的抗压性低 也是阻碍原因之一 记者沈小青 听陈昌伟台北报道